歡迎收看 介紹我們今天說的 好辣醫師團 今天的話題超精采 是什麼東西讓醫師們 遇上超悲劇的時刻 今晚的來賓 是否也曾有同樣的經歷呢 在公共場合上 常常會有一些很丟臉的舉止 這會發生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 電梯當中看診間 虧之不去的連環屁 有發生的情取圈 沒有的情取差 藝人也是要舉吧 我們要舉啊 其實小禎不舉 我也知道有沒有 有啊 有啊 你舉人啊 那你的牌子咧 主持人不用 瓜哥 我借你 我借你 而且燈應該會遺傳喔 不是 它最重要 對… 它最重要的是晚上 又要想開冷氣 大家燈灌暗暗一點 我們在看鬼片看到一半 就像是做這種長沙發 大家坐五六個人 他又喜歡披一個大的披巾 然後就突然看到一半 就說門在那邊嘛 他會這樣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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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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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算是有良心啊 不是… 我們心裡想要在幹嘛 有功德心啊 他在幹嘛 他跑得很遠的地方 門口那邊 就這樣 喔 你是嗎 然後呢 他就很有禮貌回來了 對不起 坐下來看 你知道那個皮膚會把整個皮膚 反而更糟 你記不記得那一次 有啊 那是我懷孕 而且屁超濃的 很臭 所以久久不能散去 從他身上我終於知道 女生放屁也會臭 那個真的有麻辣的味道 帶牛肉 太多細節了 你先不講 我們先拿字眼開刀 來 我跟你說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來這裡 告解一下 這故事真的太揮之不去了 就是 但是我要先澄清以下故事就是 自從我調完腸胃之後就沒有發生 笑出的功勞 好 沒有 就是之前就是我們醫院樓上 就是有一個圖書館 就是專門給醫生就是休息的時候 可以去就是閱讀翻雜誌的地方 然後我以前就很愛去那裡讀書 因為很安靜 然後有一天我就很優雅的看書看一看 然後想上廁所我就站起來 然後就往廁所方向走去 可是路上就 都沒有停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可是當下 我也沒有想要憋屁的意思 我就反而就是 有點像摩托車的排氣 對啊 而且它是一邊走一邊 噗…這樣 然後可是我當下 因為反應真的太慢了 我就想說 就是 我一直都是這樣 不會吧 你也太慢了吧 連你的扣月機 你都沒感覺了 對啊 連扣月機是神經壞掉了嗎 怎麼會 對 那一次 第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揮之不去 然後而且當下 在圖書館一半以上的人我都認識 可是每一個人都在滑手機看雜誌 都沒有抬頭 那滑手機還會說 手機是不是壞了 不是 不是 對 笑音 後來我就超尷尬的 可是我要說 這個屁真的不臭 你自己這樣不臭 你自己說 講屁不錯 後屁不響 不是 真的 真的不臭 你要不要當場放下來看看 沒有 來…我來問問一下 有的屁 有的屁真的也不會臭 但是不見得是臭屁不響 想屁不臭 對啊 有的越想又想又臭 對 有啦 也是有 哪個些人真的是又想又臭 對 有的沒聲音 小禎剛剛眼神特別壞 哪邊啊 我跟小寶寶一帶針 很尷尬 有時候我們站在台上 主持節目也會 那是怎麼辦呢 你總不能問到一半 就算台下觀眾聽不到 你的來賓也會聽到 對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會 在那邊 請給分那個音樂隊在想 不… 真的… 我都聞到了 不是啦 我們這個很難 就是說有那般節目上對不對 一定要有這個重的音樂下去 你記得有一次在家裡嗎 好… 這樣子在家裡 好… 那就是沙發嘛 那地上也可以坐 然後那時候 李箱長就坐在這裡 他就坐在… 因為他有一個習慣的動作 他看電視一定會這樣 一定會這樣坐 可是他只要這樣 停一下的時候 好… 但是那一次他就坐這邊 然後李箱長就 頭就在那裡 好… 那一放完之後 李箱長就轉過來說 你幫我看一下 我頭髮有沒有亂 好勇猛喔 8號台風 8號台風 王彥均趕快進來 好… 我也要說我平常腸胃很好 但是有時候會大魚大肉的時候 就會吃一些調腸胃的東西 可是那種東西最恐怖的就是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作 所以我們其實很怕上班的時候 放屁或者是想要上廁所 那我在帶小朋友的治療 如果是團體的話 放下去他們如果沒有說話 也就讓他過去 可是小朋友通常會說 好臭喔 誰啊 對 然後我就要說 你們小朋友如果要放屁的話 要舉手跟老師說話 好壞喔 你會連小朋友 對喔 可是其實最害怕的是那種 一兩歲或兩歲前 然後我要跟爸媽 一對一的治療的時候 然後如果那時候我就放了一個屁 我就會… 然後說 媽媽那個 爸爸是不是就扁扁了 趕快搶牌去聞他的屁股 然後就媽媽你聞聞看 然後趁他去聞的時候 我說 那我們來開個電扇好了 找中那邊的充氣 講到 不過美女就不會放屁嗎 不是啦 就是我們 就你一個人打叉 她都說沒有真的太做作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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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沒有… 人都會放屁 我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家族就是 超會放屁 放屁有什麼不好 很健康啊 對 健康… 你開完盲腸不放屁才慘 對不對 對 而且像我們以前 查房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從實習開始 這樣查房 主任大隊人馬查房 一起坐電梯 從這個病房查到那個病房 在電梯裡面主任就 大家都站著 然後突然 像如果是我放屁 我馬上就 一放屁就說 主任不好意思 那個昨天吃了咖哩 吃太多了 然後這樣 主任 但是因為像主任 他們都是醫生 他就要裝鎮定 就是說 沒關係 放屁是健康的 以後 像你們這樣 如果實習的話 實習醫師在旁邊 主任如果放屁 大家會幫他扛嗎 會啊 我跟你講 瓜哥 你真的很厲害 他們只要是主任 主任你放屁 有一次主任一放屁 三次有說 集體報告 幫忙Cover 以前我 他一放屁你這樣說 吸 快吸 有時候像中秋節 都會送柚子 中秋節如果吃柚子 吃太多的話 就會 會放那個很臭的屁 那像地瓜也是 這些都是地雷斯 因為你開刀房 如果在裡面放屁 就整個感覺很臭 而且比較不衛生 尤其是那個衣服 我們後面是綁的 那味道還是會散出去 就說 不是 真的 因為主任他後面 可能還站第二圈 還有站第二圈的醫生 前面有大的跟小的 衣服包著會從這邊上去 對 我們 像我們這種主醫師在開刀的時候 後面可能還有實習醫師 那你一放屁 後面的就 而且以風水學來說 他說那是天膽炸 因為他就是 對 有時候開刀如果真的有放屁 整個房間是密閉的 感覺是真的是 對 開刀房怎麼辦 不會把空氣抽掉 對 他本來就是有一個 空氣清淨的 HEPA的一個系統 所以是不用擔心影響到病人 只是說余慧的這個 同座做的 所以他剛剛講的主任只要 嗯 一等 旁邊馬上就 嘶嘶 一吞 好像說很尷尬 剛剛把他濕光就對了 你知道放屁可以 防止他聲音出來嗎 就如果你們想放屁的時候 你們就把手抓在屁股 然後把那個洞上起來 不 它就沒聲音 然後一晚結束 你就說 好痠喔 你知道 我就這樣 你會 你會 你會到明天就散過來 那人家會覺得你手有灰彈 不是 他的原理是 他把肛門這樣兩隻手塞住 所以他屁擠在旁邊 出來的時候 對 他就隔音你的手 有點像命令槍 可是他 可是他不會往內跑嗎 不會 他擠不進 然後從側邊 對 你就這樣 你們兩個都會怎麼研究 對 兩位已經國式等級了 而且還有一種 我不知道醫生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屁憋久了 就是你憋很久 然後後來你突然就 沒有屁的慾望了 突然會變 呃 那是馬上 對 然後你朋友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的朋友好聰明 就說 你吃屁股喔 你怎麼塞 因為他就是從屁變格的 對 如果你跟人家聚餐吃飯 剛好有一種 餐廳桌子都塞在裡面的 我們坐外面還可以隨時去上廁所 坐裡面的也出不來 也不像上廁所 所以那個時候放就要有技巧 就比如說移桌子啊 放心 好忙喔 聲音蓋不住就慘了 所以要弄很大聲對不對 常常擠到餐桌吃飯 都擠到桌角裡面出不來 你懶得說你抱怨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情況最尷尬 按摩的時候 超安靜的 然後他按到你腸胃道 真的很壞 然後你真的忍不住 不是 你還趴著喔 對 而且他正在按你的屁股的時候 你想要補出來才尷尬 因為你一補 那就倒到他臉上了 對 不過那個不會盡情放 那個就 我是有一次我們在錄 Live的節目的時候 然後就跟幾個藝人 然後其中一個女藝人 我們都是在看那個 世界盃的轉播 所以就Live即時播出去了 結果就反正大家都看 很專注在看那個球賽 熱鬧什麼的 然後就聞到一鼓臭 真的是臭到就已經是 我覺得是那種 然後就沒有聲音 但是我跟其他藝人 我們都已經跳起來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去專注在看球賽 我們都已經站起來 因為那個味道實在是太強烈了 然後就那個女藝人就說 不好意思 剛剛是我 太大方地承認了 因為那個味道真的是太強了 就真的是揮之不去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那個當下 真的是差點錄不下 但沒有辦法 又是Live的節目 只好就這樣 巴西贏了...這樣子 我有一次在賣場 就是在逛街的時候 然後我想完蛋了 肚子在滾 這到底是 你知道它分辨是屎還是屁 然後它出來的時候 是屁 而且沒聲音 這次過關了 可是味道慢慢散出來 我就覺得完蛋... 然後我就人很多 我就說這什麼 怎麼臭啊這裡 不好意思 店員這裡有點臭 這是什麼 這很怪的 演示 太可怕了 學習好多 但你們知道 現在不能在公共場所亂放屁 我知道 像美國的一些機場 他們有所謂的那個 放屁室嗎 它是有那個機器 它會去檢查到 你身體上那個熱能 是喔 所以它會拍到你的 放屁的時候那個氣體 真的 我看過影片 然後看到一個人就這樣 沒事這樣晃啊晃 然後結果它那個 就拍到它這邊就 噗... 那個氣體是很明顯 而且很強的 對... 大家講半天 這個好像很好笑對不對 其實這是有病的 好 如果你是 惡臭連環屁放不停的話 小心可能得大腸癌 不是 因為排那個嗎 很好嗎 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剛剛大家 這些放屁經驗聽起來 我們放屁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每一個人一定會放 正常的人放大概8到20個 所以自己可以一天算一下 如果過多的屁的時候 有可能你是腸胃道的肌躁症 就是說你腸胃道很容易 很容易因為緊張 拉肚子或者是 8到20個 這扣打很少 我們正常大概會有5000 一天吸進去會有大概7公升的氣體 但是我們腸胃道會吸收掉 所以最後大概只剩下500CC到 1.5公升的氣體會被放出去 那會隨著你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 而會有一點改變 那我們要說什麼時候 像我們剛剛大家都講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餓臭的屁 其實餓臭的屁是要注意的 通常餓臭的屁有幾個代表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你今天吃過多的肉 便秘的時候你容易產生 第二個就是你 腸胃道的細菌是不好的細菌 所以這兩種情況會容易讓你的腸胃道 長久的聚集在一種比較有毒性的 一個腸胃道的狀況下 久而久之有可能你就會得到了 所謂的大腸癌 對 像這個其實是一個有一個很著名 之前新聞上有報導過的一個例子 一位中年女性大概40出頭歲 她一年前開始放連環的 非常餓臭的屁 她本來以為沒事 只是可能最近腸胃道蠕動 比較過剩的關係 自己吃了一些腸胃藥 一年都沒有改善 半年前去做了大腸癌的檢查 發現是大腸癌晚期 對 所以大腸癌到底建議多久要做一次 如果是年輕人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是50歲以上 是有政府的補助的一些檢查的 包括說大便的篩檢 或者是有一些大腸癌的檢查 如果是年輕人通常是要有症狀 比如說貧血是一個症狀 因為有些時候是大腸 它裡頭的這個腫瘤早是出血 慢性的出血也沒有感覺 甚至我們都說那個出血 在大便看起來黑色 可是其實一點點血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大便檢測 但你會覺得人容易頭暈 人容易臉蒼白 會有貧血的症狀 再來就是體重減輕 或大便的型態 甚至放屁的型態可能都會改變 大家要關心自己身體的 第二個 我們來看看 尿急只有坐式馬桶 只好半蹲上廁所 一般女生吧 男生不會這樣對不對 因為有的情緒簽 沒有的情緒差 男生應該不會 我好會嗎 2號 大號之後 大號 好 來 廖醫師 我是這樣子 剛開始我也不會半蹲 說實在剛開始 一開始都是 就直接蹲到馬桶上面去 可是自從那個電視常常報導 那個洗臉盆忽然會爆炸 做烈掉 對 我就開始很緊張 我會覺得每次站上去的時候 馬桶是不是會爆炸 人家也不希望我們這樣坐上去 因為他都會標示 會破壞掉 對 所以後來我就半蹲 半蹲以後就很累 因為腳很痠 而且有一次發生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說半蹲你要往前傾 那我不知道我後面 綁的那台腰帶鬆了 就半蹲完 我只好去外面洗腰帶 因為它失掉了 我是昨天去那個外面 用那個洗手台 用洗手乳在那裡洗腰帶 害我心裡想一想 覺得這樣不行 所以我後來發明一個方法 我覺得很好用 一隻腳蹲上去 一隻腳放下面 這怎麼尿啊 怎麼會這樣 很恐怖 我跟你講 這怎麼尿 醫師 你尿 你尿 想不到你放著牌 這個境界 我跟你們講 那你弄上去的時候會這樣 我 怎麼可能 我不需要表演 那你就是 本來你要蹲的那隻腳放上去 但你一隻腳飆上去 那你的支撐重量 會有一半在腳上 所以你另外一隻腳在上面 你就不會那麼累 而且比較安全 所以你看 你們都沒有嘗試精神 你們應該嘗試看看這樣 沒有 你們要請那個 廟醫師完全補一段VCR 這個 我跟你們講 這個 又不累 然後你又不用擔心那個馬桶 真的爆掉 你要知道 馬桶如果真的掉下來 爆掉的時候 你是不是傷害到 你整個下半身 我之前去研討會的時候 中堂休息 然後我們就是 一定的一堆女生去排廁所 然後那廁所 我就很少肩就算了 又是坐的 然後後來就是好不容易排到 而且他每次排 前面都在排十幾個人 然後每一個人都站在廁所門口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輪到我 我就進去 然後我只要每次腳還有力 我都會用半蹲的 然後就這樣蹲著 可是要解釦子的那一瞬間 因為你已經馬步已經扎穩 腳已經倒了一開 然後要解釦子的那一瞬間 我扣子就飛出去 而且是 不是反彈到門 在打到自己的那一種 不是喔 它是直接從門縫這樣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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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飛出去 彈出去喔 對 而且彈出去之後 還有餘聲 就是都是金屬 啾 啾 啾的聲音 然後門口都是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辦 可是我就想 應該要裝鎮定吧 我就 不用裝鎮定 大家都知道你彈出來的 對 我這樣 後來我還是裝鎮定 就是優雅的這樣 弄好要把扣子這樣遮住這樣 把扁開的地方遮住 然後走出去 要走出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反應 然後我去洗手 然後我超害怕 有人撿扣子回來給我 SOP錯誤啦 你要先脫褲子 應該先脫在渣碼布 對 可是你們尿的時間那麼長 半蹲有 那你們的核心肌權算厲害的 超強的 可是扁明竹沒辦法蹲 我有一次就差點蹲蹲蹲 他也摔出門口 扁明竹真的沒辦法 一定前面要有東西搬 對不對 對 都會這樣 通常都會搬 對啊 她就有個一定會搬成這樣 如果那個壞掉就慘了 欣美呢 因為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值班的時候 我們有值班室 值班室都是女醫生 我也覺得比較放心 我都會正常做 但是如果我們有時候 臨時真的很忙 我們就必須要去外面那種 公用的 那種公用廁所 有時候是 裡面都是很多尿布 是因為很多外勞 就是會把尿布放到那裡去 所以那種是比較 我們就不敢 我就一定半蹲 那你知道我們在值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上廁所 通常就這樣半蹲 然後上一上我轉過去 要沖馬桶的瞬間 陳馨美醫師沖水的那一刻 究竟發生什麼樣的慘勢呢 小甜甜如廁 怕偷拍 異想天開 用這種方式來破解 我的印象裡面就是 很多廁所會有那種偷拍 所以我領略 就至少你的偷拍 妳可以帶著這個去上 這樣可以擋一下 妳應該知道 它是拍更仔細的 對啊 對啊 車上就等於坐在鏡頭上面了 看看 我應該不會 輪到很長感覺 畝